我一畢業就加入整件箱 我們考到牌後就是project engineer 直至至今九年我就升到APME的位置 其實我負責這些工程師的小隊 首先我們會做一個overall planning 基於這個planning我們就要找一些適合的資源 機械一些設計去負責施工 其他方面好像安全環保這些質量控制 我們都會負責的 這十年我參與了五個大型機件 有些三年有些兩年有些一年 我們要由一個平地開始做到整個機件起上來 所以當中的投入感就很大 對著一個地盤有很多心機花了下去 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成功感 每天早上回到公司 我們會先回寫字樓 有些paperwork和會要開 之後我就會出地盤 我喜歡走上來 所以做了這個工程之後 我就收到七磅 這個是我負責的鐵路工程 這個工程就包括了一個15米直徑 以及76米深的樹井 我們就做了一個鋼結構 而支撐我們這個臨時的平台 令到我們有多些空間 擺放需要的機器和安全的設施 每一個工程進行之前 我都要負責策劃這些設施 令到我們的工程 可以在安全和順利底下進行 我們遇到的挑戰 就是例如我們會遇到不同的石質 這些都是設計圖上面沒有告訴我們 而我們是需要我們的經驗 以及我們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困難 我們承建商除了要跟著陶則去施工之外 我們還會想一些創新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施工不斷進步 很多人覺得在整建商裏面做 就會很難考牌的 其實這一點我就不太認同 譬如像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我在地盤實戰的經驗 就涉及到有施工、安全、環保、設計 正正就是這些經驗 就令到我可以考到工程師的資格 Site Experience 要時間去累積 最好就是在Junior的時候去學 因為這個時候最多人會願意去教你 這是一個很黃金的機會去累積一些經驗 沒有一本書是可以教得到 你如何去管理地盤 因為每一個地盤的設計和環境都是不同的 工程師的責任就是去解決問題 而在地盤裏面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挑戰和問題 等你去解決 所以在整建商裏面工作並不黑板 而你要每一天去用你的腦筋 去主動去學、主動去問 那你就可以累積到經驗了 大概最好多的魂 我們能夠100km的藏門 看到你 謝謝 然後我們可以做的 如 cann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